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我们在家里做金黄酥脆的炸糖糕 炸糖糕是莉莉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街边小零食 外酥里嫩,香甜可口 我们看看怎么在家里把它做出来吧 首先锅中倒入1000毫升的水 水中倒入50克的白糖,大火煮开 煮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关小火 在沸水中加入500克面粉 用擀面杖快速的搅拌面粉 让面粉尽快的与水融合在一起 这个过程要有点耐心 不断的去搅拌直至锅中没有干粉 在这个过程中面粉会糊化 这样炸出来就会有外酥里嫩的口感 这个搅拌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把火关上 利用余温来不断的加热面粉 整个搅拌的过程大概10分钟左右 这个烫面的面筋被烫软 一部分的淀粉被烫熟膨胀 这样就降低了面团的硬度 所以水温越高 那么活出来的面团就会越软 做出来的成品即使放凉也不会变硬 这也就是隔夜的糖膏为什么依然外酥里嫩的原因 我们用小烤箱稍微加热一下 就会像刚刚炸好的一样非常的好吃 面团搅拌成这个状态基本上就已经好了 面团的颜色发黄 而且整体看来精剔透 说明这个烫面还是很成功的 稍微调一下可以看看 整个面团非常柔软 现在我们在案板上抹一些油 手也要涂一些油 涂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粘 两只手反复的叠压面团 这个面团是相当的柔软 手感类似于小朋友们玩的橡皮泥 所以是非常容易揉的 揉成这样光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我们在面团的中间稍微按压一下 形成一个窝 在面团中加入50克面粉 再加入一些油 形成一个油酥 这两种材料混合均匀以后 我们进一步的揉搓面团 使油酥和面团充分的结合在一起 这个油酥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不可以省略的 面团和好以后就可以放在案板上 盖上保鲜膜 醒面一个小时 下面我们来调馅 准备一个干净的碗 加入红糖 一些面粉 红糖和面粉的比例是3比1 充分的搅拌均匀备用 面团形好以后 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搓揉 搓成长条 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即可 每一个剂子的重量没有硬性的规定 可以根据我们的习惯来进行试制 每一个剂子搓圆以后放在案板上 表面盖上保鲜膜 取出一个生胚 然后中间按上一个窝 这样稍微按两下 舀一勺糖粉 糖粉上面再盖一层面片 它的作用是为了防止炸制的时候漏糖 像煲汤圆一样慢慢的封口 封口以后去除多余的面 然后两只手轻轻的搓揉 进一步的给糖膏塑形 那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在准备炸制的时候 要把一个生胚轻轻的按扁 这样在油温的作用下 就会膨胀成圆形 油温五成热时可以下入生胚 慢慢放入其他的生胚 在炸制的过程中 一定要小心被烫伤 锅底的温度非常高 所以需要用漏勺稍微推动一下 防止糊底粘连 不断的用漏勺轻轻的推动 很快就会发现糖膏轻轻的浮起 糖膏浮起来的时候 颜色并没有变得金黄色 说明它还没有完全的熟 这时候我们需要把火开大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漏勺 不停的给糖膏进行翻面 尽量让糖膏的两个面受热均匀 这个过程是糖膏表面糊化和膨胀的过程 油温控制的好 是炸好糖膏的关键 糖膏两个面都鼓起时 颜色渐渐变成金黄色 说明这个糖膏就可以出锅了 整个过程大概六七分钟的样子 看看是不是很漂亮 炸好以后我们就可以盛出沥油 可以准备一些厨房用纸 把油纸吸干 糖膏最重要的就是表皮酥脆 不破口不漏糖 因为我们里面加了油酥 所以糖膏即使放凉也不会塌陷变软 撕开一个看一看 里面的红糖和面粉 都已经在高温的作用下 形成了香甜的糖浆 这个糖浆充分的和面粉融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糖膏咬一口 首先的感觉是酥脆 其次就是香甜 再者就是软糯 还是非常好吃的 整个的制作过程虽然有点麻烦 也有一些技巧 但是做好以后的成就感还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看到小朋友们吃完以后的那种满足感 就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你学会了吗 快点来试一试吧 希望莉莉今天的分享能给您带来快乐 简单的食材不一样的美味 我是莉莉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 按摩 母带 请台湾 请台湾 请台湾